孙师傅邂逅了一段夏日奇缘 7月底他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位女士 双方互称亲爱的 为了和对方聊天加微信 孙师傅还花了一笔钱 可到头来还是没能见上一面 亲爱的我刚刚洗完澡出来 今天有一点累 这段语音是孙师傅提供的 9月25号晚上 孙师傅在奇缘平台上先询问对方 亲爱的在干嘛呢 对方这样回复了他 如今之前的甜蜜已不在 孙师傅年过六旬已经退休 希望找一个老伴 7月底时他在奇缘 结识了这位网友聊天中 对方自称姓王 奇缘这个交友平台 我看着他年纪跟我差不多 而且也在同一个区域 我做保安 就12个小时 5点半上班到早上5点半下班 做保安的工资是另外一回 我退休金是2000块左右 是嫁到韩州的 老公早几年死掉了 女儿现在嫁到上海 有外孙了 就是他现在在习务学 认为还是想找一个老伴 孙师傅打开了王女士 在奇缘上的页面 年龄写着51岁 但照片看上去要年轻不少 个人情况写着 身高162厘米 体重56千克 月收入7000元 可以同居等等 平台上聊天的话 平台上 有打过视频吗 打过一次 因为视频太贵 看到他人是长什么样的 人长得跟这个写证是完全两样 看着就这个人很老 多大 50多的肯定有的 那个照片看挺年轻的 完全两样 但是你没提出自己吗 就可照片看 我问他呢 我说你的完全是两样的 他说这个写证是我女儿给我论的 这个我也没注意 反正他们就是写证的嘛 你说你怎么年纪大 写证也正常了 对不对 亲爱的 我刚刚洗完澡出来 今天有一点累 你听了语音 你发语音 你感觉他声响无忌 这人说的声音 这个就是我 因为女孩子的声音 怎么说重要 我觉得 我就盼当不了 孙师傅介绍 在这个平台上 聊天也是要花钱的 对方的收费设置为 私信消息价格 三钻每条 语音通话 40钻每分钟 一钻大约一毛钱 平台上聊了近两个月之后 孙师傅希望两人关系 能更进一步 于是就有了晚上 9点多的那句问候 亲爱的 在干嘛呢 亲爱的 我刚刚洗完澡出来 今天有一点累 孙师傅回复道 好吧 闭眼休息一下 主要昨晚睡得不好 你疯了吧 当晚 双方又聊了很多 对方还询问孙师傅 有没有充值好 孙师傅表示 你最后想好 我个子比较矮小 不要见面后反悔 对方说 亲爱的 我不会后悔 当晚孙师傅分多笔 充值了近1500元 收款方式 海南力塘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要双几了嘛 他也在习武区 还在寒州 那我们如果 我充值的话 就直接加微信 他的诱导就是在 用感情这种味道 好像认为 好像意思就是说 你不加微信 我们也找不到 你也不知道 我地址 我也不知道 你地址 充了钱 买了钥匙 孙师傅成功 解锁了对方的微信号 但他说 自己不太会操作 当时问了平台客服 我要加他微信 我说不会操作 我去问平台了 他说 你还是为什么 去问平台 我说你说 你不相信我了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反正乱说一通 就是跟 没买钥匙以前 跟卖钥匙以后 态度360度转变 他就是全部 一下推投掉了 就是意思就是 不想跟我宣明 没加微信 以前他不跟我吵 而且很方便 哪怕 我是常网班 晚上两三点钟 他也会发信息给我 查看对方微信 聊天内容被清空了 朋友圈也不可见 孙师傅表示 之前还收藏了 一些聊天内容 对方发了一个 广西的定位 孙师傅仔细算了算 总共花了近2000元 感觉落得一场空 先聊天聊到100度 150米多 也是就是100块钱 但是微信号 你要接他这个锁 你必须还买 上这个钥匙 对方有设置的 语言是多少 短信是多少 视频是多少 这个聊天花了多少钱 大概400多 其他个加上微信号 微信号我花了1500多 记者通过孙师傅的账号 尝试通过平台 以及微信联系这位王女士 目前都没有收到回应 孙师傅希望平台 退还所付款项 记者也把情况 反映给了平台方面 孙师傅的这段夏日奇缘 看来还是在初秋告一段落了 这个平台使用起来究竟怎么样 我们的记者也试着去开启一段奇缘 现场 记者用孙师傅的账号点击 开始匹配 不一会儿 配对成功 对方很快打来了视频电话 因为不清楚平台使用方式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视频电话 以及开门见山的提问 记者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作答 借故挂断了 最终还是由孙师傅 来开启另一段奇缘 对啊 一个人孤单单的 你呢 那你这里相信 要多少钱呢 能够加到你的微信号呢 差不多三四千块钱 就可以加到了 我是湖南 现在在 就这边工作 我相当于是加到这边 现在离异了 你呢 你是哪里人 我是杭州的 你在哪个区啊 你在哪个区啊 你在杭州哪个区啊 看我们几个近了 我们近的话 我们就是 加个微信了 我在上层区啊 哦 那挺近的 那你在哪个区啊 你在上层呢 是不是 怕场面冷清下来 记者接过孙师傅的手机 也帮着询问了起来 我们相当于是 是怎样 这样子的 他多大年纪啊 我四十多岁 咱们这个能线下聊天吗 还是说只能线上这个聊 线下聊天 他这上面解锁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 一个亲密度过的话 就差不多是两千 那个解锁的话 一千多 差不多三千多块钱就可以 我们相当于是 相分的 就是了解啊 过程之中啊 相当于是可以这样子解锁 咱们 这个上面就是很真实 百分之百的就是真实的 咱们能跳过这个平台吗 就直接微信 比如加个微信聊什么的 他这上面都屏蔽了 我也希望啊 我也不想花这个钱了 我希望上面一来 就可以加个微信线下聊天了 可以这样 好的好的 我看钱不够 我先挂了啊 钱不够了 视频中的这位女士 和她页面上的照片 看着倒是差不多 接着对方发来的消息 说是觉得孙师傅不错 还问 刚刚那个是你儿子吗 孙师傅的账号回复到 侄子怕我上当 对方称赞说 倒挺好看的 挺好的 由于账户余额不足 聊天也没继续了 对于这位女士的夸赞 记者感到很开心 此前 记者也向平台方面反映了问题 晚些时候 一位客服主管联系了记者 我们平台是不提供 相亲服务跟同层见面服务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社交软件 我们又没办法决定 每个人是怎么使用这个软件 反是要提现 都是要进行实名认证的 都是真实的 您可以打视频 直接确认 收费设置里面 这一块是不限制男女士的 我们是提供这个功能服务 每个人都可以设置 每天男用户提现的人也很多 每个用户自己订 反正最低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订100度 加1560块钱 最高的话是订3000度 加1560块钱 100度是这样的 亲密度嘛 亲密度是增长双方的一个热度的 因为如果不订这个的话 我们平台也是可以让你 你双方设置免费 可以免费聊天的 但是这种的话骚扰会很多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用户 进来进行有一些不明行为 其源平台客服主管 李女士介绍 收费设置是为了更好的体验 也是用户个人自愿行为 因为男用户他没有实名嘛 他没有实名他设置不了 然后他俩都设置成免费 他俩都免费聊了 我们这边的话有消费限制 文字是三毛钱一条 最高可以设置成三毛钱一条 这平时五块钱最高 设置成免费也行 都看他俩自己 你挣一毛钱 充值的时候也会挣住 钥匙的话就是52块钱一个 就是524万 最高是30个钥匙 15600钻就是1560元 对于孙师傅反映的那段 夏日奇缘 李主管也向记者介绍了 平台这边了解到的情况 这个女用户呢 他设置的是那个亲密度 100度加微信 然后这个男用户呢 就送了几个礼物 到了这个度数 到了这个度数之后 然后他微信明码标价 这30个钥匙 就是1560块钱 然后他不就1560块钱加了吗 加了之后 然后也是微信里正常保持联系 能正常沟通啊什么的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突然有一天找过来 不满要求退钱 这个男用户找过来 要求退钱 人家那就肯定不乐意了嘛 解锁钱人家就明确的说了 人家不退 因为人家明码标价的 然后每天加了微信 又聊天又什么的 人家全是 人家都真实的 也没有忽悠他 他因为说了一个诱导 人家就肯定不乐意了 现在孙师傅想退款 平台方面还有什么方案吗 女用户也确实给他赚了钱 赚了那个礼物的钱 赚了76块钱 因为他就送了100多块钱的礼物 怎么说 你建议把女用户写上一下 因为我们平台光提供这个功能服务 那个女用户那边 他首先他的愿意 他把这个钱 他微信转账给男的也好 或者是退给平台 平台来退也好 他不退他也很正常 因为你这都是白嫖嘛 对此孙师傅不能接受 他认为退费应该由平台负责 孙师傅也向收款方 海南利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了情况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